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利哥,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的视频要介绍7月份一些优秀的Unity 2D项目更新 创作者在游戏中使用了一种算法来生成世界地图和上面的资源 而非手动建造,他通过动画序列和一些条件检查 来实现资源如数目的弹出动画 开发者独立创作的一款游戏受到早期GTA的启发 可以看到目前游戏的存在一些透视问题 主要是汽车和火车的表现上 一个推箱子加炸弹人的游戏同时加入追逐效果 随着玩家的进一步逐渐增加难度 理论上可以无限玩下去 但游戏难度会逐渐提升 玩家的目标是达到一定的分数 从而进入下一个关卡 开发者为合作弹幕游戏添加了个伤害计量器的功能 玩家可以竞争每一波中造成的最大伤害 有人建议将该功能视为可选项 以免让人感到压力 因为玩家有时候只想与朋友一起放松玩耍 一个游戏中相机展示触发事件的功能 当箱子下落的时候 相机会进行切换和跟随 有时候是为了展示更大的场景内容 如果在箱子掉下来之前 角色依然向前奔跑又会发生什么呢 一个小型横向卷轴游戏的演示 目前经过几轮的封闭测试后 登陆视频目前为抢先体验版本 游戏看着有点像死亡细胞 有人反馈武器种类相对较少 升级进度慢等问题 作者在学习制作游戏6年后 完成了他梦想游戏的演示版本 而且他还分享了一些关于动画效果的建议 开发者制作一个受日本动漫和特色启发的BOSS 不过将BOSS形象设计为美少女感觉玩家会不忍心下手 开发者的解释他们其实是小偷偷走了主角的泰迪熊 好家伙你果然是凭实力诞生的 开发者正在制作一款类似于Mario Strikers的游戏 角色是超能力动物 目前看队伍的区分度不够 可能穿上统一的队服会比较好 开发者在第一个游戏开发比赛结束后的666天完成了这页游戏demo 作品像经典的任天堂游戏机时代致敬 并融入了现代Rogelite ARPG等元素 以上这是本月为大家总结的Uni 2D优秀项目展示 如果有你感兴趣的内容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开发者 我会把账号的信息放在简介或者置顶留言里面 如果你想看到更多有趣的游戏开发项目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并且一键三连 你的支持是我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 我是利哥 我们下次再见